字幕by bwd6 大家好 我是史雷姆 歡迎收看我的頻道 我們今天玩的遊戲是Monster Cussell 壞物城堡 沒錯 很是它 這是非常優惠的 大家看到我已經沉迷了一段時間 我已經玩到28,並且打到1100杯 雖然...剛剛被人打 我由鐵牛3跌到鐵牛2 我表示十分之不滿 但其實呢... 我先看看 我在我的國家...我國家英國香港 是排五百家的 那我相信只要我...一時我再努力 香港第一不羨慕 哈哈 大家等我 香港第一不羨慕 Anyway 帶大家參觀一下我這個漂亮的城堡 登登登登... 哎呀...走了 這個就是我的城堡 簡單來說,我就要建一個城堡 並且要防守我的城堡 不要被人打 那這遊戲究竟怎麼玩呢? 我簡單示範給大家看 這個就是一個...我們的主線地圖 當然啦...地圖就可以... 推啦...很明顯啦 有副本可以推啦 下面那隻多人遊戲 就可以攻打人的城 那打這個主線呢 就是有攻有守的 你看到這個有塔就是防守 有個劍的就是攻擊 那我打到... 都不是打了很多 打了一點點 都在我的朋友裡面 都好像是走到最前面那個 那我們現在打到這條線啦 那都...蠻難打 那應該有卡住的感覺 我們嘗試打... 這二關先 這一關呢就是我要? 防禦我敵人入侵 你們大家看到呢 我們會起上次防守的設施 那敵人就在攻進來的時候 牠有傻珠也會逐 Е,逐衭逐衡逐逐發現 大部分的兵 但最後一部分的兵 他就會...跟住豬先 嘩! 屁龍是我,認不經的 養肥龍下我的愛好 這裡就是我的第一個據點 就是防守這個的位置 當然啦,手都是不錯的 雖然我已經死了 哇,他中來了,他中來了 繼續,看他 結束 那你還有左下角的魔法,不簡單來說 真的使用魔法 喂喂喂 為什麼失敗?大家知道為什麼他失敗 他在使用奇襲 卑鄙 卑鄙 其實藉人使用的魔法 就是可以召喚 一個骷髏兵在任何地方 我猜不到這一關的骷髏兵,很卑鄙 那我這個城現在充滿了很多弱點 我現在要再擺一擺那個城 那些骷髏兵實在太卑鄙了 他召喚在這裡直接打那個城 這個就是我們的宮殿 那宮殿被人拆了,就整個城是珠珠 那雖然你看到前面的手都很好 但是那個位置就珠珠了 不要緊 不要緊 我們首先要復活兩個Hero 那我決定把我的宮殿搬一搬位 因為這裡是一個攻擊的塔 可以保護到它 那我嘗試把這個搬到它射 這個也搬到它 搬開 然後再放在這裡 你看到這裡有綠色光 綠色光代表什麼呢? 簡單來說就是我的密度不夠高 那就是它一有兩格空位 就有機會入侵在這裡 那我就要擺一擺 令到我的空間就不會出現有兩格 這樣就OK了 那你看到沒有綠色光 綠色光的地方就是代表敵人任意都可以召喚在那個地方出現 這樣就為之飛人 應該呢 我現在再打一次 應該有那個位置保護就好很多 開拔 拔死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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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定了 那我照呼嚕兵一下 所以剛好這裡我就已經 與之好這樣做了 我就放了 這個防護塔 究竟它爆死我先爆呢 碰不到一次 就是這樣 就是成功的防守 這個就是漂亮的防守 勝利還要三星 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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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遊戲最好玩的地方 一定是打人 打人家的城 搶贏人家的資源 是很爽的 那這個就是其中一個敵人的城 那你看到我贏了它就有一個牌 那我也試試打一打 那應該就 可以一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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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現在用的流派 是什麼流派呢 就是這個 玉盾軟弓形 喂 頂開它 有彈走這Hero 我現在表現十分不滿 出擊啊 除此之外 還可以召喚我的飛龍 可以打它 耶 砍它 飛龍很有型 這個呢 就是玉盾軟弓形 然後用了玉盾去頂 然後用一堆飛茅兵去飛去 你見到它非常OP 那這個就是悟空 齊天大聖 那它的技能呢 就可以放出來 有三隻 分身就會向上跳 這樣就打上面一層 那我覺得好用 那現在這個飛茅兵呢 簡直就是OP 你看到它 你看到它 嘩 是厲害 還有這個呢 它防守又防守得不算很好 應該就很有機會 你看這個 結你兵啊 傻佗佗佗 分身 破它 撇住啊 振住啊 振住啊 振兵 振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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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順利堆倒兩隻英雄 這隻英雄 好 一聲 一聲都叫做 一聲都叫做 要贏,at least我已經搶了它,很多的資源 哈哈哈哈 很開心 好啦,這個其中一個流派呢,就是全部都是員工啦 那其實我最常用的流派是什麼呢,就是全部都是哥布林 嘿,升回鐵樓三啦,謝謝 非常好 那另外呢,還有一個流派,流派就叫做哥布林 流派,你看到呢,我全部兵呢,20隻都是哥布林啦 那哥布林的特性呢,就是他不是每一層都會打的 那一般呢,其實戰士都是每一層都打的 而哥布林呢,只是會選錢來搶的 搶錢擋就是王道 那我們試一下,20個哥布林會攻擊人家的城有什麼感覺 是很爽的 我們看看這個城,這個城是幾乎有下的 那我們首先呢 一定是找我們的英雄去擋一擋 我們英雄出擊去打一擋先,等下你 神經病 那我的骨頭仔都可以分身 這個時候當然要結他兵呀 劈他啦 火龍呀 召喚火龍 麻煩火龍的會形,你看 起形,橫掃千軍 那其實主要呢,我派這些英雄出去呢 其實為了做什麼呢 就是開路 雖然我開路不太成功,但也不要緊,接下來就是重球器 究竟全部高屋樓是出發的後方位 來吧,喂! 上啊! 你看他們多刺激 一班人都衝上去 完全無視一切障礙物 搶錢啊,喂!搶錢! 搶錢啊! 其實我打過這個高布林 算是一個新手機,容易掌握的戰術 因為你要的技巧幾乎是沒有的 只有一堆高布林就可以了 沒有,沒有,沒有 我靠著這個打到前一杯都是沒問題的 當然啦,你高布林已經升了,我升到8 相對是非常高 這個是最容易掌握的戰術 也是相對來說沒什麼技巧的戰術 那試完全部都是高布林之後 那當然試一下全部都是獸人捕兵啦 那我沒試過這個配搭,我很興趣的 已經知道了 這個配搭當然不貴不貴 那我現在要攻打這個位 那這一行就要小心 因為這裡會阻礙我 阻礙我發達的一個地方 我就給悟空相 悟空仔 分身 好啦,那我的獸人布袋是時候出發了 獸人的好處就是呢 它是可以出很多的 哈哈哈哈哈哈 冰海,看到嗎?冰海戰術有多少 那我這裡差了40隻獸人 因為我的布袋最多 所以40隻獸人是豐富的地方 但是我這個人好像死光了 為什麼我們收人被人插死了? 哈哈哈哈 不行啊,全部收人 不行不行 不要介意,我現在只是亂打而已 究竟試一下 全部收人機不行 我們試一下全部紅人 試一下 上啊,紅啤啤軍團 我們加速 紅啤啤,我們要不要抽 他應該很厚才是 重啊 你彈走了紅啤啤,太過分了 嘩,好厲害啊 他們很暴力啊 超暴力啊 超暴力 上面那隻 打他 打他 冰住你 讓他動不動 嘩 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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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身射 分身射 我捕捕 我捕捕 都是用的 嘩,OK啊 全部紅啤啤都不錯 挺好抽 但紅啤啤箱都比較貴 他時間成本要做一隻都很久 都是哥布林最低玩 哥布林真的很有用 而且不用怎麼想 隨便玩都可以 可以這樣 暫時平民來說 最容易打應該都是哥布林 喂,怎樣啊 100% 可以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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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 我死了六隻熊啤 死了四隻熊啤 好可愛啊 好可愛啊 你玩法多可愛啊 所以說這個遊戲 簡單來說就是 進攻 還有 防守 十分有以前玩一個 塔防的感覺 更加自由度更加高 大家建立好自己的城堡 好啦,還有呢 其實隨著你的宮殿升 其實你的城會越來越大 那現在我就打算升一升 給大家示範一下 喂,解鎖了多一個訓練營 還有加龍炮 咦,多一顆加龍炮啊 太好了 嘩,全部都可以升了 現在 發達了 這次 這次的星呢 竟然那個城堡沒有變大 平時的星呢 通常城堡都會變大 OK,那其實城堡變大不一定好 射堡變大其實是難守住的 在防守上面 好啦,那我們就可以建很多東西啦 訓練營一定要建 因為建多一個訓練營 就代表我可以多點兵 多點兵 就真的 非常之重要 好啦,那我先放在這裡 那建完 看到啦 我現在呢 相對看到呢 就多了12個兵可以出啦 那多點兵呢 進攻呢就要厲害很多 嘿嘿 好啦,那我現在快速地去 去...執行先 而一個擺法呢 其實我一直都很想試 因為現在呢 你見到我呢 最入口呢 是在右手邊 那我見到有些人呢 那個擺法呢 那個入口在中間 那令到呢 可以一上來的時候呢 那個... 即是一上來這個怪 然後呢 打完右邊 打完一對呢 再往左邊 重新再經過中間的時候呢 那主要我 集中攻擊中間呢 其實去重複 經過率是一個最高的 所以應該那個玩法呢 應該是能夠... 帶出更加好的傷害 那我們先試一下擺 如大家所見啦 這裏就是我新的防守方法啦 那大部分的... 敵人呢 應該都會在中間那裏上去啦 而應該會被我困住在中間這個位置的 那我上面有一個東西 不斷插它啦 然後有三隻箭片 不斷射它啦 那另外兩個英雄就夾擊啦 那這個擺法應該 將一些敵人可以group在中間 然後我還可以配合魔法啦 等等 那這個防守的方法呢 應該是非常之有效的 跟著如果哥寶林上去呢 第一次會先去左邊那個先啦 那我的箭呢 就會射到它啦 那它會卡住在這一層這個位置啦 那也是卡住在這個位置 那也是卡住在這個位置 那我也可以用我的箭射到它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Supposedly 是一個挺好的配置方法 那我可以新關來試一試 是不是真的... 這個配法 amok先 開箭 好緊張啊 現在 究竟要驗證我新的防守方法 好了 騎兵應該不用這麼擔心我 估計 噴他 有個大火狼孔 哇 好多喔 這樣可以的 有點猶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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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 先 滅了第一波 接著第二波 就是哥布林 哥布林 哇 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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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緊張!吃他老鼠! 我的天啊! 行了! 行了行了行了! 這個新的防守陣型 我覺得是比我舊的提升了不少 因為如果這麼厲害的三波怪來 平時我舊的陣型應該頂不住 我估計 YES! 好,新打法 好,希望我要快點offline 因為我online的時候沒有人來打我 我希望有近日打我可以讓我 發覺很難攻陷的感覺 實在是很爽 非常好 如果大家有更好的防守方法 歡迎分享給我 我會非常興奮 感覺實在太好了 如果大家有更好的防守方法 歡迎推薦給我 當然是要我這個level用得到的 OK 還有大家有未玩過遊戲 歡迎大家下載一起玩一下 因為真的非常好玩 我覺得你會喜歡這天的 OK 好啦,今天這段片到這裡 我們下節回來再見 拜拜